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file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杀光全村之后自禁 从此成了恶灵之村山泽村 日本恐怖都市传说昭和初期 在日本青森县一个名为山泽村的村庄 发生一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 在深夜中一名男子突然发狂杀死了全村的村民 随后便自禁 由于事态严重 日本政府决定隐蔽这起事件 并将这起事件的所有记录全部抹杀 连同这个了无生气的村庄从地图上已并抹去 虽然地图已没有山泽村 但废弃村庄内的建筑物与残留的血迹仍然存在 由于冤气太重因此被人称为恶灵之村 相传进去的人都无法再出来 在山泽村的入口有着一座鸟居 以及类似骷髅的石头 那里还被放置着一个告示牌 从这里进入里面的人将无法保证性命安全 这个都市传说原先只有青森县的少数居民知道 后来才在网络盛行 直到2000年8月24日 富士电视台的特别节目播出之后才全国知晓 不过究竟有没有山泽村这个地方呢 富士电视台虽然多次制作特辑 但最终仍没有缺下答案 由于地图上并无山泽村 文献亦无图村相关的记载 因此很难断定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不过由于这起事件 与1938年发生在钢山县的金山事件极为相似 时间也吻合 因此普遍被认为是这起都市传说的雏形 金山事件案发地点就位于日本钢山县 被尾村献金的金山市 凶手一名年仅22岁的男子 都景慕雄在1938年5月21日深夜 独自一人屠杀全村 造成30人死亡 三人轻重伤 随后都景于附近山上引淡自尽 都景在身旁留下了一封遗书 并且家中也留有两封遗书 从生还者的说辞以及遗书中 终于拼凑出他杀人的动机 都景于1917年出生于钢山县 在他出生不久后 父母就因费结合离开人世 留下了都景和子子两人 在他六岁时 迁回了祖母的故乡被尾村 并由祖母一手抚养长大 都景的祖母非常腻爱都景 时常让他待在家里来陪伴自己 甚至不让他上学 但都景终究还是需要上课的 因此他比其他同龄孩子 晚了一年才就学 即使如此 祖母还是经常以各种理由 让他请假在家 好在都景的成绩相当优秀 并没有遭到排挤或被刁难 老师也鼓励他直升中学 可惜遭到祖母反对 于是都景小学毕业后 就中断了学业 小学毕业之后的都景 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夏天工作 但不久后 却因为得到结合性胸膜炎 被医生嘱咐不能夏天 需要好好休养 没事做得都景 每天都闲散度日 后来病好了之后 他便决定进入补习学校念书 直到有一天 他的子子结婚 在那之后 他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 于是待在家里写儿童小说 并念给附近的孩子听 他的故事功利与文人气质 很快便受到孩子们 与女性的欢迎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 只维持到征兵的那天 1937年 案发前一年 正值日本战争盛期 许多男子纷纷从军 都景也不例外 谁都希望自己成为 一名了不起的军人 数人景仰 然而都景却被军医 诊断出肺结核 晴天霹雳之下的都景 请求军医重新检查 却被训斥居然敢怀疑 日本大帝国军医的能力 在当时 日本军医具有相当大的权威 其实都景也知道 大概没有误判 事实上 他也多次看过民间医生 也皆被诊断出肺结核 只是他难以接受 于是从此一蹶不振 由于肺结核是传染病 在当时几乎可说是不治之症 消息传开之后 村内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连跟他交往的女性 也断绝往来驾驭他人 从天堂坠落地狱的都景 感受到村人的冷漠与无情 这种受人鄙夷的滋味 让他逐渐走向了极端 他在这一年先是取得了狩猎之兆 后又购买对蒙兽用的 12号口径五连发的白狼 宁温彻斯特 M1897蹦动式线弹枪 接着每天入山练习射击 在这时期据传他还没有杀人动机 构枪仅是为了防身 这是因为征兵体检 因患有肺结核 而被判定兵等 在当时全村的男性都是假等 不难想象他可能会被嘲笑 或是被欺误 为了保护自己才买猎枪 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壮 因此每天入山练习射击 在练习完射击之后 他会拿着猎枪在村里徘徊 让村民们感到十分不安 而就在某天 他为了治疗祖母的病 把药放入汤中的这一墓被祖母瞧见了 祖母以为他是要毒杀自己 于是报警 警方来了之后认为此人非常可疑 于是就将他的猎枪 日本刀 短刀 挤匕首等 全书没收 也吊销了狩猎之兆 这次的事情可说是屠村的导火线 全村的人都远离着他也就罢了 连祖母都怀疑自己 于是他便展开屠村计划 他后来又透过其他管道取得猎枪 并从刀剑收藏家那里取得日本刀 在犯案的前几天 他便开始写遗书给子子 接着仔细端良村庄地形 甚至还亲自骑脚踏车 测试村民逃走到最近派出所所需要的时间 1938年5月20日下午4点多 都警用头巾在头上两侧各绑着手电筒 在胸前垂掉一个车凳 腰上绑着日本刀和两个匕首 手持改造的九连发白朗宁猎枪 口袋塞满100发子弹 身上背着装满100发子弹的布包 脚上穿着二指胶鞋 伸着学生制服打着帮腿 全副武装之后 他便爬上电线杆将电线切断 使得全村陷入停电状态 由于该村经常停电 因此村人并不已有他 没有进行任何通报 都警首先在家用斧头 将祖母的头给砍了下来 接下来挨家挨户各个击杀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 都没能逃过都警的猎杀 不过都警并没有杀死所有人 根据幸存者的说法 都警对没有说他坏话的老人 只是凝视着并没有开枪 另外某一户的主人向他求饶 我们绝对不会向外通报 请放过我们吧 都警则回答你们还真是爱惜性命啊 好 就放过你们吧 随后静自离开 都警花了约两个小时屠杀了十一家 其中三家被灭门 四家仅剩一人幸存 其他幸存者则是原本就不在家 或是听到枪声后立即逃跑 最后他来到一户人家借纸根笔 这家人原本吓得不知所措 不过都警看到这家人的小孩 曾听他说故事 于是便说要好好读书 将来做出事业来之后便离开了 都警拿着纸根笔来到附近的山上 写了一封遗书 打意是他选择这天作案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是曾经和他交往的女性嫁给别人后 回来醒亲的日子 不过他最想杀的这个女人却给逃了 于是他将收容那女人的一家人全给杀了 至于杀死祖母的原因 都警表示让他活下去面对一切 那也太可怜了 随后都警脱下鞋子 让猎枪对住自己 用右脚的拇指扣下扳机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都警留下的日记与遗书中 发现他因为伤病的关系 曾经被村子里的人排挤 他甚至在日记中提到自己被村八分 村八分的意思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的 十件重要事情中 只有两件会协助帮忙 一为埋葬 二为灭火 因这两件事情不协助的话 也会危害到自己 除此之外的八件事情 皆不予协助 如结婚生产照顾病人等 换言之就是完全漠视与排挤 这让都警感到孤立无援 加上费结合让他感到来日不长 索性报复全村在自杀 都警在遗书中提到 自己之所以会写遗书 是因为不想让后人觉得 他是精神障碍者 他希望是人能理解 他是有死亡觉悟的 他得了不治之症 又被村民冷眼对待 为了复仇才冒死杀人 都警表示自己也曾经想回头 是村子的人逼得他不得不这么做 如果他的病能治好 如果自己能再坚强一些 也许事情也不会发展成这样了 这起事件后来成了许多文人笔下的作品 甚至有相关电玩作品 灵红碟 死魂曲 看完这部影片 希望小伙伴们 有时候给予他人一个小小的帮助 也许对他来说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期望社会中可以少些校园霸凌 或是职场霸凌等事件 以免汗事再次发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